本节目由生鲜实彩科技出品 欢迎收听数据趋势降止读 我是科技大叔吕学文 我是跨领域专人作家文维玄Vivi 我们今天挑的一则专文是来自于中央社 它的标题叫做抖音般新规设限内容 创作者担忧 哎呦踩一下说美国违反言论自由 他现在要设限了 是 他当然有很多被批评的地方 嗯 开头他说中媒报道 有抖音创作者近日收到创作者中心的通知 指称不再支持社会实证 财经 法律 或医疗等内容 虽然知情者说调整影响层面是有限 但是抖音创作者仍然担忧 恐怕他会影响到自己的账号 那通知指出 要是创作者账号曾经有类似的授权 授权关系5月15号起陆续的宗旨 那抖音客服解释 提及商业这个推广的账户 主要有抖音旗下的官方行销服务品牌 像是巨量广告和巨量牵穿等等 是那也有一些熟悉抖音的知情者就透露了 这是商业化的功能调整影响层面有限 并说是调整是独立的 不影响创作者或其他变现及商业化的能力 包括接广告 电商等等 也不涉及内容创作 但是这个部分抖音的创作者表示担忧 他们说要是不能再发社会实证 财经法律或是医疗等影音 恐怕会影响创作的上传 是那么抖音客服 他也回应了财经新闻网站 烂金新闻 这个是基于保障创作者权益 最佳化创作者体验的考量 决定调整商业推广场景账号授权功能 包括不再支持政务媒体机构类 或社会实证财经法律医疗等内容 以及与商业推广账号建立和创作能力的授权关系 最后抖音相关负责人对证券时报表示 网路传抖音限制发布实证财经法律或医疗内容 它是不实的讯息 调整为商业素材授权功能 不影响创作者其他变现或者商业化的能力 包括自行公布商业素材广告电商等 也不涉及内容的创作 可以到处是有一点想法 我觉得要是这件事情是真 我还蛮乐见其成的 为什么 我觉得今天我们当然说 个人的言论自由是很重要的 我现在是觉得有点 过度言论自由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你当然就有很多不实的资讯 伪资讯 对不对 特别像是医疗啊 财经啊 法证方面的 你会影响多少人 我们看不见的那个受害者会有多少 就想台湾 为什么说那个诈骗这么这么多 就是因为你平台没有去管制它 你让这些平台尽情的开放 以这个言论自由之名 然后赚进大把大把的草票 善意的使用者 然后受到一些不良 或者不好 或者诈骗 一些伪资讯 这些东西的一些影响 而受到巨大的那些伤害 我觉得这个里面 终于是要有一个balance的时候了 如果这消息成真的话 我觉得言论自由不能无穷的放大 太多太多那种伪资讯 那种造假资讯 有的时候你开开玩笑也就算了 有时候好像法律也管不身管 对不对 你说赵娃某人死了 某人做了什么坏事 又毁谤了某人 制造一些假的商品的资讯 好像你爱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 好像我们拿它也不能怎么样 以我们过去比较笼统来讲 它都是他们的言论自由 那现在如果能够针对这些 比较社会性敏感的话题 能够给一些相关管制的手段 我可能觉得不是坏事 我觉得只要标准一致就没有问题 如果说你今天就是限定这些题材 不可以录出的话 那你就不能说 我有个官方账号 是这样的题材被录出 如果说它是标准一致的话 基本上我觉得没有太大的问题 那这就让我们声音媒体制作公司 又看到一线曙光 代表这些人以后要做那个个人IP品牌 就少一个选项 因为我之前有一个在做 法律相关的专业题目的朋友 他就一直在考虑是不要做抖音 他如果这个新的政令被颁布的话 那他可能就没有办法选择 这样子的平台去做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我这个应该不算是反民主 我是觉得现在已经有点over 平良心讲了 我真的觉得是有点over 太自由了 我爱什么片名 我爱怎样讲资讯 我爱不经查证就讲什么什么 好像变习以为常了 对不对 我们还或许有点判断的那个能力 但不是所有人都具有判断的能力 有些人一受到损失跟你说股票会怎么样 怎么样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变他的真假 我觉得多少人血本无归 你也不晓得 你不管一般民众的知情权 知道真正实情的那个权利 我觉得是不对的 至于你用管制 管制是用什么手法 大家还可以再公平 但是我是觉得 应该让社会有共识 渐渐要是有一只手 要去看看不好的资讯 是那再来是我觉得过去传统的主流媒体 很受这些传流媒体的影响 当然了 他被他们打的是落花流水 对然后尤其是台湾特别信奉的流量经济学 有些人其实 如果说平常在下广告 就因为我之前就碰过几个客户 他就跟我分享说 他发现反而去跟那些可能粉丝数没有这么多 可是他很精准的人合作 他的收益会比可能有一百万粉丝 然后我实际可能也付给他很多的钱 可是最后销售并不好 最近台湾一直有一个流量的迷思 那这也让很多的年轻人 想要去做流量这件事情 那当然让传统的这些电视媒体 或是新闻制作也会开始 你会发现说 前一阵子是不是有一个明星 明明没死 然后后来被网传说死掉了 重点是那个新闻还去访问了很多的艺人 然后大家都是对于他的离世感到惋惜 然后这件事情也发酵一阵子 后来发现那个人根本没死 人家是在美国活了好好的 不过这可能也会让我们的抖音这样的媒体 以后会转变成一个更娱乐性为导向的内容 这样子可能会比较安全 是是是 那我是觉得一个社会 让它有一片发展城市 外人的言论影响力 多归于好人的言论影响力 大家应该注意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的 以上内容报道这边告一段落 我是可以拉出李学文 我是跨离运转 作家文为宣传VV 我们下回见哦 拜拜